不决 光是基要废案他就讲了一个多小时 逼得法官出言制止 为了博取自由 陈水扁还多次恳求审判长能够让他交保 任何条件他都愿意接受 还当庭提出愿意接受 在性侵犯使用的电子脚料等七个条件 希望能够解除羁压 但是经过近四小时的审理 陈审法官认为 陈水扁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 以及他一家在海外藏有巨款 仍有隐匿资金的行为 而且还有逃亡的可能 决定把陈水扁继续积压 被积压302天的陈水扁当知道能被延压后 陈水扁贪坐在犯人的位置上 脸色发白 随后他开始了一连串的挤进耍赖的消极抗议 先是称病 后又据看笔录以及签名 返回看守所时不下车进设访 要求进医务时 直到凌晨才回到设访 我们注意到台湾高等法院承担二审的三名法官 是花了近四个小时的审理时间 并在随后做出了继续积压陈水扁的这样的决定 那赖议员您认为有哪些原因让法官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我想昨天是点案四季大审 那他召开虚压庭 那历经了四个小时的虚压庭 以及一个半钟头的评议庭 那做出这样的一个继续延压这样的一个裁定 其实并没有说让社会大众大感意外 因为基本上其他的原因并没有消灭 那我做了一些整理 我可以第一个 昨天从高院的他们的一个新闻稿里面 可以清楚的知道说 第一点他认为说 原审判决扁案 他有六项罪名 而且是犯罪嫌疑重大 第一个理由就是说犯罪嫌疑重大 第二个理由 判处的都是属于无期徒刑的重罪 因为在刑事诉讼法里面规定 只要是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就属于重罪 更遑论他是属于无期徒刑的重罪 第三个理由 他认为说在海外5.7亿的一个 海外的还有5.7亿的巨款 还没有会回来 那第四个比较特别一点 昨天在高等法院 他的一个裁定书里面 也特别讲到说他还有隐匿资金的行为 这也是构成他蓄压的一个原因 第五点是他觉得说阿扁可以在台湾 算是集所有当过八年的台湾最高领导人 拥有所有的权利益一生 所以他比一般人有更首颜潜逃的一个管道 所以第五点他属于有逃亡之鱼 有逃亡之鱼 这个是非常重要来决定他蓄压的一些理由 那第六个是我做的一个整理 我们认为说 其实为什么这一次高等法院会继续蓄压的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阿扁他的自作孽不可活的诉讼策略 怎么讲呢 主要是因为说阿扁他从出庭以来 就开始采取四部一没有 那 谢谢观看